然後今天我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我們有把一些新手引介到不同的專案 然後另外就是 另外是我們做了一些使用者訪台 然後這對新手通常發現大家都是卡在對於HackHack的協作方式 跟IRC的教學這部分不明白 就是不明白怎麼樣透過這個方式進行線上的協作溝通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做的兩件重點的東西 就是把目前HackHack上面已經有的IRC教學跟HackHack教學 把它就是送到一個比較好閱讀的可能是網站上面 或者是Block上面 甚至是把它放在LevelUp就是新手入門專區的那個文章列表裡面 那另外一個大家會新手進來會卡住的地方是 它可能有某部分專業技能但是不清楚現在有哪些專案正在進行當中 那尤其是在那個網站上面專案列表的部分都是完成度很高 然後看起來非常難挑戰的神級專案 那相反的就是在HackHackHack上新開的很需要人投入的一些比較新生的專案 就是反而是新手不容易發現不容易跳坑的 所以我們這邊考慮是不是可以讓專案列表的這個項目更能夠即時的更新 比方說不管是HackHack新提的或者是像小蜜蜂這種即時在HackHack上提出的專案 可能我們會去跟專案的坑主去溝通說 是不是有一個專案的目錄可以把你這個專案底下所有相關的pad整理在一起 然後好讓我們PXT組的人可以把這些專案直接的再用collection的方式整理出來 新手在想要找專案投入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從這個collection進入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我們發現的問題是說 大家可能對於我們目前線上協作的工作區的地圖分布不是很清楚 比方說大家可能不知道現在聊天 OK 現在聊天要去那個無限期支持 G0d 然後可是專案的提案是要到後勤中心 所以我們也會整理出一個G0d工作區的地圖 讓大家知道說什麼事情 你要走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就直接去那裡 不要隨便跑錯地方 那就是我們今天新手的部分的調查出來的成果 我們要做的事 好 今天登記報告呢應該是到這邊 你還不敢搞馬 你馬上去爽山 你還在那邊